我说我都要哭 大家好,我是小雅,来自老窝家到四川 昨天没有更新呢,是因为昨天太冷了 我是那种很怕冷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受不了的 然后就不想做事 今天呢,我就想来做个食品来回复一下 因为那个前几天我有发了一期说我是在哪里学习中文的 我在视频里面也说了,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学习中文的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看我的视频说我是这么高的学历 怎么会嫁到中国农村这边来了 觉得那个很浪费,然后也是太可惜了 那是我父母是对我那个培养白了,然后白那个浪费了 我是这么高的学历,然后嫁到那个中国农村这边是 怎么说啊,是那个很不值的,然后很那个 很那个驱财了,是这样说的 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今天呢,就想来那个拍个视频来回复一下 第一呢,我就想说我家的条件在老窝呢,也算是一般的 不是有钱的,对,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呢,我是特别特别努力的 我是考那个高中的时候呢,我是考到那个奖学金 对,如果考到这个这个政府的奖学金呢,是每一年上大学呢 是那个算免费的,然后有那个每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能帮我父母的 也不会要用那么多钱,是这样的 我父母呢,也会给那个生活费的 但是没有那个给的那么多 然后我也有那个边上班边上学的 我老公的父母,我老公的亲戚,我老公的这边的人呢,也是对我很好的 算了,我是嫁到这边,我也是很幸福的 嗯,我要嫁到这边来呢,我也有跟我爸爸妈妈是上年过的 我爸爸妈妈说也是,就是看我 我觉得嫁到这边,我觉得我自己有幸福的话 他们也是,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幸福 不是说我嫁到这边这么远了,不是我父母不管 其实说,我们那边呢,孩子呢,是生几个人都可以的 我们家是有三个人 我是有两个哥哥,然后加上我们三个人的 嗯,我父母说,只要你嫁到哪里 你觉得你过得幸福就好了 嗯,以后呢,想家也可以那个,回去看爸爸妈妈也可以 其实,呃,四川这边离我们的老窝那边也是不算很远 如果坐那个飞机回去的话,还是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然后现在呢,更方便的,有那个中老铁路了 也可以坐那个铁路回去,也是算很方便的 我就想说呢,我为什么选择嫁到中国农村这边 我是跟我老公谈的时候呢 我老公也是有带我过来看过他家这边的 我知道他家是农村的 所以,我呢,为什么是嫁给他 是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也不是因为那个物质那些的 为了爱情 然后是真的也是缘分了 所以呢,现在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有人,也有人问我说是,呃,上大学这么多年 然后不选择上班,然后就选择了结婚 又嫁到那个中国农村这边 为什么不选,选的,选的更好一点 条件好的那种 其实呢,怎么说呀 呃,你,我是,我是相信那个缘分的 你缘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 呃,毕业了之后,我也是上过班的 我跟我老公呢,我是上班的时候认识他的 然后认识他了之后呢,我们就,呃,认识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就这样结婚 然后生孩子了 不管是有本事,还是没有本事 有毕业证,没有毕业证 早晚都会结婚的 然后都会生孩子 然后上班做事呢,也是每个人都会都会需要做的 但是每个人的那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个人的家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现在的事,我是嫁到这边了 一就是我们家的这边的条件是 我老公也是在外面上班 我公公也是在外面上班 然后我们家是有果园的 我们家是管那个果树的 呃,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只能自己带孩子 然后,而且我是在这边呢 也是不怎么很熟的 如果我觉得以后呢 我对这边很熟了 我也会做事的 我也会看哪一个适合我做的 我也,我不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了算了 嗯,我觉得女人呢 是有事做 有事业的话 是有本事的话是最好的 怎么说呢 但是不必是要靠老公 我说我都要哭 不必说要靠老公 自己也会做的 正多正少都是自己的能力做 我也会想努力的 嗯,不必是说毕业 拿到毕业了 必须要在呃 办公司或者在政府部门那里上班 有毕业证也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也可以也会成功的 这样的 嗯,但是我现在呢 我是真的没办法去做那些事 因为我孩子是很小 然后我老公在外面上班呢 也不会很那么担心 嗯,去年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要准备回国了 嗯,当时我也想了很久 我要不要跟我老公一起回来 要不要就送我孩子回来 然后我在那边 因为我在我们老外那边 还是开一个店的 然后呢 我老公说 你想好现在呢 我也是在外面上班 然后你又不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孩子也是一个人 跟奶奶过生活的话 你觉得你对孩子有多影响 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想了很久 就是我还是选择我儿子 对,我觉得不管你挣了多少钱 如果你把孩子管不好的话 以后的话也是很后悔的事情的 所以呢,我就把我那个店就是 呃,留给我妈看 然后不过现在那个店呢 也是开不起走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是没事 这个生意的话 也是会那个崇性做的 没关系的 嗯,我现在呢 也是二十几岁了 现在呢 只能在家里带孩子 我心里面也是很急的 嗯,真的 我是觉得我二十几岁的人呢 我也会在银行卡里面 也会有 有一些钱了 等我孩子 呃,长大了 我也会自由的 嗯,还有呢 我就想说 我不是那种找借口来说是 我现在在家里带孩子 我这事情都是带孩子 带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有宝吗 一个人带孩子 在家里带孩子 老公在外面上班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理解 这种情况 不是说 不想去挣钱 不想出去上班 打工工作的 就是说现在的 现在的情况能出去吗 只能在家里好好 那个带孩子就行了 我觉得我这样做 也是真的也是没错 是我自己选择的 然后也是我自己选 我自己过的生活 因为人是长大了 会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会有自己的家 嗯,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然后呢,我就想说 如果有跟我一样的同感的宝吗呢 我就想跟他们说 宝妈们 咱们加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